大家好,我是 60 後退休生活的 Amira 我們又來 Staycation 啦 我們今次去了 8 月次開幕的西貢 WM 酒店 又是我們這麼多次 Staycation 最貴的一次 我們在網上預訂海景露台房 2350 元包早餐,包一個免費車位 究竟值不值呢? 我們還會同大家一場感受下西貢八號風球的風呂 風雨中尋找西貢的美食 去片之前提一提大家 記得看完之後點讚、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鐘仔 好,我們現在去片 我們現在開車去西貢的 WM 酒店 開始我們今天雨中的 Staycation 現在我們是三號風球 外面還在下大雨 現在是紅雨呀 紅雨咧 其實我們入住當日早上已經是三號風球 11點多由紅雨變為黑雨 於時我打電話去酒店問一下是否可以改期 他們回覆我 黑雨或八號風球都可以改期 但因為我經攜程預訂 所以他們要我通知攜程安排 聯絡攜程回覆就是不能改期 我們唯有懷著真正休息的心情 帶齊糧草進去住 我們在停車場拍下車後 就坐兩層扶手電梯 便會去到酒店大堂 它的LG便有健身室 泳池的入口 和現時全酒店唯一的餐廳 再上一層就是酒店大堂 我們三點鐘便到 酒店大堂等客戶的客人不多 我們很快便辦桌入住手續上房 一進來便有個洗手盆 然後一邊走進去 一張大床 我們的觀景就是對著海的 有露台 我現在出到露台看看 現在掛在三號風球 紅色暴雨和雷暴警告 所以泳池沒有開到 剛才天文台說 雷暴警告到四點半 我們看看四點半完結後 我們可否游到水 泳池開放時間 就是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 好 我們進去家屋看看 一張很大很舒服的床 再加上一張貴妃椅 剛才他說 迷你幫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是可以吃的 裡面有兩罐啤酒 兩罐可樂 還有其中一罐是ZERO 適合我老公喝 它有個咖啡機 因為打風 所以我們可以在房間慢慢氣 就是它包了的一些梳洗用品 有一個很大的浴缸 老公我們不記得帶了浴鹽來 廁所都可以大 除了有浴缸 另外還有一個浴缸 還有一個浴缸 衣櫃沒有衣櫃 我最欣賞就是這塊鏡 鏡上會顯示時間、設溫 還有收音機的播放功能 還有藍牙喇叭 我連接手機藍牙 就可以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 兩邊床頭櫃除了有一個插束位之外 還有兩個USB插頭 床頭櫃下面有夜燈 睡覺時關了廁所燈都不會太黑 看不到路 書桌還有兩個USB插頭 夠了兩個人用 酒店有三座 總共有260間客房 酒店最低層有很多間宴會廳 我們就八卦 偷偷地拍了其中一間 裏面都很大 沒有儲位 擺走就一流 我們在房間休息一會 一會兒之後 就開車去西貢市中心找食 海水是黃泥水來的 好大風 板傘 板傘 老公 走過去了 不要走到海邊 沒那麼大風 兆日大廈 老公吃了沙律在這裏 坐這張桌子 坐這張桌子 這張桌子 這間餐廳是朋友介紹的 說它的燒牛肉沙律很好吃 因為是下午茶 不想吃那麼飽 所以我們只點了燒牛肉沙律 和牛油香草白酒蜆 燒牛肉沙律 只賣相已經很吸引了 你看有多少塊 也有四五塊 這個醬汁是泰式的 有些香茅打下去 嘗嘗牛肉 牛肉咬下去很juicy 裡面有很多肉汁 這個醬汁 這個醬汁 很好吃 嗯 辣酒 煮蜆 它說它都要出名 反而它的醬汁沒有什麼味 但是蜆吃下去 有蜆的鮮甜味 鑽溶味 和牛油味 一句講 好吃 好吃 吃完這間 老公 你說沒有食物 下肚子 對吧 那我們現在去吃海南雞飯 陶也有很多食肆 走進福民路吃 每間店舖的食物都想吃 但是我們餵只有一個 只好專心一意地走到行尾 吃海南雞飯 這間人氣海南雞飯 是西貢的總店 荃灣和九龍城都有分店 店裡面只有幾張桌 布置就好街坊 但是價錢很實惠 一個飯餐都是五十多元 我們就叫了金雞二人餐一百七十六元 西貢狀言 豬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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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辣 你經常都說沒有信心吃 醬 醬 好滑 飯是否油飯 吃完這碗飯 一晚不用吃了 很香 有些 炸了 還有油菜 一個是華南瓜湯 還有兩杯飲品 真的好划 這間店鋪的食物 我很滿意 尤其是它的油飯 很香蒜蓉味 但是我老公不喜歡 說它的雞沒有咬頭 所以它就一般 吃完飯出來 魚就小了 但是風就大了 所以很浪漫 在海邊插捕 根本就是不可能 你看到很浪費的樣子 我老公問了價錢 年工包料要450元一隻 我們都是自己去街市買 回家給公民姐姐 老婆自己煮焦鹽蝦 回到酒店大約六點半 我們就去健身室和泳池看看 健身室都很大 有不同的健身器材 泳池就是要穿過健身室 就有一部專用的電梯上去頂樓 現在是3號風球 泳池就有開放 但由於泳池關閉時間就是7點鐘 所以我們就想著明天才上來游泳 現在就拍下泳池夜景 泳池就在其中一個樓層的頂樓 有75米長 日間應該是水天一色無邊際 明天上來游泳 回房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行 我們零食大行動 杯麵都帶了 幸好剛才吃飽飽 不用吃它 誰知道第二天一覺睡醒 就是8號風球 所以日後如果有什麼想做 就要立即去做 不要等第二天 尤其在我們現在的年紀 都不知道日後會怎樣 就和身邊的人享受賢家的生活 玩了才算 早餐分三個時段 7點、8點、9點 我們原先選了9點 但因為早起床 於是打電話前台 改食8點 下到去吃早餐的人不多 只有10台客 我們9點多吃完 餐廳已經差不多坐每人 早餐的食物略都算多 有鵪鶏、中室、點心都有 白粟、白粟、炒、麵譜、炒、日本、筒、回去 Cad,清鮮的 西式自動包餅都有很多款 有不同果汁和生果 也有餐料 娛樂、沙律的選擇也有很多 還有芝士 這是我的第一碟早餐 Cisa已經拿了四樣東西回來了 吃得更好一點 沙律 這是雞粥 好吃 這是粥料糯米雞 小小的糯米雞 味道很香 整個早餐太多澱粉質 老公的血糖立即升至14時 你在壓力的話 吃完早餐後 雨不是太大循環走出酒店前面的海灘走走走集 酒店大門外走出來轉身 不用一分鐘就到了 走到海邊右手邊就是酒店 酒店由三座建築物組成 中間對外有一座小教堂 看看靠近習院 我們偷偷地看進去 昨晚風比現在更大 這裏有三間食肆 這間是自助燒烤 對著海若不是打風 應該都很多人來這裏玩水漲活動 嘩!燒烤場也很大 價錢大約是200元左右 節假日便較貴 但不知質素又怎樣? 有沒有網友吃過? 如果你們吃過就留言告訴我 再向前走就是一間泰國餐館 原本是想來這裏吃午餐才離開 但12時半都未開 可能今天打風不開門 最前這間是吃西餐 三間餐廳在8號風球 有這間開業 走完海邊回房間 閉到12時便退房 退房後再走回泰國餐館 看看有沒有開門 見到很多人在8號風球下玩風飯 獨木舟 總結今次的Staycation 我對這間酒店的評分 酒店的位置 它是鄰近西貢市中心 步行7分鐘便有不同食肆 我給5個心 現在只有一間健身室 泳池和一間餐廳 甚麼都未有 我給2個心 至於房間設施 房間夠大 裡面的設備齊全 設計又很窩心 我超喜歡它那塊鏡 我給5個心 至於它的服務 無論前台、餐廳、游泳池的職員 都很nice check in 的時候 還解釋得很清楚 還問我們有沒有問題 我給5個心 至於價錢方面 2350元只包早餐 沒有其他設施活動 價錢相對便貴了些 我給3個心 總評分是4個心 至於用這個價錢 住這間酒店值不值 便要看你的要求 如果你只想有一間很舒服的酒店 休息、放鬆一下 那它的確是不錯的一個選擇 至於8月新開幕 那時候網上對這間酒店的負評 經過我今次的入住經驗 估計經過兩個月的磨合 應該他們吸收了不少經驗 現在都是有所改善的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此 下條片見,拜拜!